嗨 各位大家好 我是Kerry 今天的背景比較不一樣 是在北海道的家路的 這就是我們北海道的家啦 那先給大家看一下牆上的snowboard好了 上面都是我們家的snowboard 然後還有因為我們很喜歡衝浪的關係 所以上面是衝浪板 這個衝浪板呢就是我們買錯了 它原本我們希望它是 對它看起來是硬的但其實軟的 所以沒有很好玩 其實北海道也是可以衝浪的 只是要穿很厚很厚的防寒衣 帶大家看一下外面 就是昨天有下一點雪 然後對面現在有人在玩這個自製的跳台 然後我們後院是一個很大的網球場 這樣子 好 先不要一直拍別人了 回到這邊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之前失心瘋亂買的白鳳堂的刷具組 那其實沒有很多支啦 那今天要教大家如何挑選白鳳堂的刷具 那先給大家看一下我 唉唷我的皮破掉了 這是其他品牌的刷具套 這個不重要 還蠻爛的耶 就這樣破了 這樣破掉了耶 我傻眼 好算了不重要 反正能用就好了 將將將將 打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收集的白鳳堂的刷具 這樣子 他們原本是白的啦 但是我已經用過了 所以就變這樣 其實沒有幾支齁 一開始我買白鳳堂剛入手的時候呢 是這三支 白鳳堂加的刷具是不能清洗 不能用水洗的 他說一年洗一次就好了 那那時候 因為我本來就是會洗刷具嘛 其實我這三支都已經下過水了 那其實也好像沒怎麼樣啊 他們都是山羊毛的 這隻黑色是什麼 我有點忘了耶 因為這是Tour Akira幫我買的 所以我也不太確定它是什麼 分別它的這個型號 這隻有點比較粗一點的 然後就是有一點這樣扁扁的這種 這種 這個刷子是 它是J5523 是一支可以拿來當暈染刷的刷子 然後你要用畫眼影大範圍面積的話 也很好用的一支刷子 它是 但它比較 比較膨一點 不是那種扁的 它是比較膨一點的 所以當你要大範圍的時候 這支是很好用的 那再來這支就真的是 也是一支比較粗一點的暈染刷 它是B142 長這樣的一支刷子 然後是這樣 它前面其實是有一點尖尖的啦 就是你可以暈染一些 就是眼影上面那個界線 把界線掃開的位置 其實這支也是我覺得超好用的 剛剛那支J5523 你也可以畫就是這邊 就是你要畫B影的位置 這支J5523還蠻好用的 另外這支是B5520 就是比較子彈型的一個眼影 它是屬於可以把它拉線用的 你可以 其實之前才發現它可以拿來畫眉毛 畫眉毛也是很好用 或是拉線 就是比較細部一點的地方 它這個是很好用的一支刷子 接下來呢就是要說一下我新購入的啦 B144 這一支是 我忘記是什麼貓的 反正它是北海道限定 只有這邊有賣的貓毛的刷子 那它是那時候跟我說 這支毛就是非常的柔軟 然後拉線也是可以把線拉得很長 然後它是一支很非常好畫的一支刷子 然後因為只有這邊有嘛 我就想說好吧 它就買下去了 下一支呢是比較扁的一支刷子 B004G 那這支要大範圍也很好畫 要畫細部的也很好畫 OK再來呢就是 腮紅刷 腮紅刷是J507 這支腮紅刷真的好軟喔 我的天哪 它們的毛真的是很軟 這支腮紅刷是山羊毛的 被我畫過了 所以有一點 有一點顏色在上面 但它其實一開始原本是全白的 非常非常的柔軟 而且它的刷色力跟這個 暈染的功能都還蠻不錯的 下一支是蜜粉刷 蜜粉刷是J6403 看一下它的膨膨度 其實我一直想要買 再更膨更膨一點的蜜粉刷 但是呢 它們都做的大小size 都差不多是這樣子的size 就是沒有再更大支 原本我幻想是想要再更大支更蓬鬆 但是呢 既然沒有 那就好吧 只能買這支囉 就... 它原本也是白色的 但是因為我使用過了 所以上面有一點顏色這樣 那毛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柔軟 很舒服 這個 你一定要有機會的話呢 來日本玩 因為它現在台灣是沒有賣的 你只能找代購 那如果你有機會到日本玩的話 它其實分店很多間 你可以上網看一下 你就是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它的毛指 接下來呢 我要教大家如何挑選白鳳堂的刷具 因為白鳳堂的刷具有分馬毛 松鼠毛跟山羊毛 那它們到底差異在哪裡呢 就是山羊毛呢 它是抓粉力比較強 你想要化重一點的妝容的話 就可以選擇山羊毛 那松鼠毛的話呢 松鼠毛它是抓粉力比較少一點 比較沒那麼多 所以你想要化一點比較清淡的妝 就是你眼影你都不喜歡 你想要輕輕的不要下這麼重的話 那你就可以選擇松鼠毛 再來是馬毛 馬毛的話它是它的延展力強 那個毛指也是非常非常的柔軟 那我買的這個蜜粉刷呢 它就是山羊毛混鋸齒纖維毛 因為它是 它另外一支是松鼠毛 我把照片放在旁邊 它另外一支是松鼠毛混山羊毛 它那支的話就是蜜粉刷會更加的柔軟 然後它的上粉力會比較 就是不會那麼強 那你就可以化一個非常非常薄的蜜粉 在臉上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松鼠毛混山羊毛 那當然價格的話呢 是松鼠毛混山羊毛 價位比較高一點 那最便宜的就是鋸齒纖維毛 鋸齒纖維毛的話 它的抓粉力抓粉力就非常的強 那暈染力也沒有到像山羊毛它們這麼好 那我都選擇松鼠毛是因為我喜歡比較重一點的妝感 那其實重或是輕 你自己用手也是可以控制的啦 所以我就覺得不用買到那麼貴 因為有點捨不得它真的太貴了 所以我就想說你也可以買這個 然後你在手上控制一下用量 或在衛生紙上面拍一拍 用一下然後再用在臉上 其實我覺得也是可以做到那個效果 接下來我要教大家的呢 你要選擇你的毛的那個日文怎麼說呢 那首先呢我們先學一下毛怎麼說 毛叫做ケ 在這邊它是ケ一個字而已 如果是山羊毛的話 山羊叫做ヤギ 所以山羊的毛 ヤギのケ 再來是松鼠毛 首先我們要學一下松鼠怎麼說 松鼠叫做リス リス 松鼠毛怎麼說呢 叫做リスのケ リスのケ OK 記住嗎 上一個馬怎麼說呢 馬是馬 馬 馬就是馬のケ 接下來還有這個比較特別的這支刷具呢 是貓毛 貓叫做猫 猫 貓的毛呢 猫のケ 猫のケ 鋸齒纖維叫做 ホリエステル ホリエステル 刷具呢保養方式是一年十一次嘛 真的要洗的話一定要用溫水清洗 他們有賣這個 它是鋸齒纖維的材質 然後還蠻可愛的 上面呢 也有印它的logo 他跟我說 就是你用完了之後呢 你就拿你的刷具在上面這樣子灰灰就可以了 因為它鋸齒纖維會把毛上面的顏色都把它吃進去就對了 我目前呢是有用過啦 可以看到我這邊是有用過的痕跡 我是 就試試看說 畫完眼影的話 它會不會把我眼影刷乾淨 那OK啦 目前因為我很少畫那種珠光很大顆的眼影 所以 目前來講的話呢 我覺得 在霧面的眼影 它是可以稍微把它清潔乾淨 然後 我在畫下個眼影的時候 不會有別的顏色 但是 如果說你是買那種珠光很大顆的眼影 然後你又再來沾一些沒有珠光的眼影來畫的話 那我就不知道說 它有沒有辦法 把珠光很大顆的眼影把它擦乾淨了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你們有機會也可以 到日本白鳳堂去摸一摸這些夢幻的刷具 價位的部分 你可以到它的官網去看 我覺得跟SOGO的那種專櫃的價位 是差不多的啦 反正就是看你自己怎麼去衡量囉 記得一定要先用過才買 然後網路上買 你也要小心不要買到假貨 我是不知道白鳳堂有沒有假貨啦 自己要注意一下 在這邊偷拍一下他們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草皮 有沒有 其實我們在這邊也會做跳台的 但是對面啊 去做跳台好像比較專業一點 他們有自己做一個東西 然後他們現在在滑什麼 喔有滑 有滑Ski 他們有滑Ski 好啦總之雪場也快開放了 到時候呢就再帶大家一起去滑雪 就這樣啦 掰掰 拜拜 by bwd6